祝福到达之前 先凭信心来预备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 创世纪第23章 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 人过世之后 就必定要安葬在故乡 虽然亚伯拉罕目前 只算是寄居在迦南地 但是他全然相信 这块迦南地 是上帝答应要赐给他的 所以他决定要凭信心 不惜代价地 将爱妻安葬在这里 未来也可以向子孙们见证 这就是上帝永不落空的应许 让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纪第23章 创世纪第23章 撒拉享受127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激烈亚巴 这是西伯伦 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 对赫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 是寄居的 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 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 埋葬你的死人 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 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 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对他们说 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就请听我的话 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 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 他可以按着足架卖给我 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 于是赫人以弗伦 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 对亚伯拉罕说 不然 我主请听 我送给你这块田 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 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 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 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 我要把田价给你 求你收下 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 我主请听 值四百社克勒银子的一块田 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 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 把买卖通用的银子 拼了四百社克勒给以弗伦 于是 麦比拉 曼利钱 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 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 乃是他在赫人面前 并承门出入的人面前埋葬的 此后 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 埋葬在迦南地 曼利钱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曼利就是西伯伦 从此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 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 做坟地 四百社克勒 在当时 足足可以买下二十几块田地 所以 看似慷慨的以弗伦 其实 根本是在敲诈亚伯拉罕 但是 在亚伯拉罕心里 他看中天赋的应许 远超过所付上的代价 今天 想邀请你来想想看 你对天赋的爱 有足够的信心吗 为了承接蒙福的产业 你愿意 先付上代价 来预备自己吗 我们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大信心 帮助我 能在各方面都 预备好自己 承接你美好的祝福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成装丰盛 成为爱的器皿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税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化台地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